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18岁以下 我们的2000临床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 也会很快地在3月5日 会融入这个结果 疫苗接种是在健康人群执行的 健康人群其实是相对的健康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中 它会有各种疾病的潜伏 对于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之后 我们叫药物的警戒 或者是叫异常反应的监督 科兴一直在进行当中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数千万的人群 接种疫苗之后的异常反应的数据 其实正常人群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医疗问题 都是正常现象 那么我们会密集地跟踪 但是疫苗接种的相关反应的判断主体 是由所在地区的卫生行政和专业图探的 所以目前我们只是追踪 我们等待这个判断的结果 那从疫苗的整体安全性上 是极有信心的 因为疫苗在大规模流行的观测过程中 疫苗是安全的 现在看来 变异出大规模流行的国家是有限的 那么主体流行的病毒和现在主要使用的疫苗 还是相比较 那么因此大规模的快速的接种疫苗 是更多国家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在科学研究上 我们在疫苗水平过程中 要密集地监测病毒发生的变异 也就是说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再感染再发病 那个病毒的序列是什么样子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 这些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 像联盟或者叫客体组 我们科兴中美和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管道 或者叫我们的联络 我们可以迅速地捕捉 病毒变异情况 疫苗的保护情况 然后再调整 那么即使它现在发生了变异 我们就更有能力快速的评定 所以请公众放心 政府和我们的联盟联盟机制 都在密集的部署 加快对新型变异株的研究 包括疫苗应对策略制定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计划 而且在密集的推动 从最初确立新冠疫苗的研发 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国际性 研发的结果和每一步的进展 都向国际社会观看 我们通过双边的合作 是非常快速地在二期临床结束之后 就与巴西、印尼这些国家 进行了双边合作 双边合作的效果更高 双边合作的精准性更好 我们通过双边的合作 积累更多的数据和经验 为WHO这种多边合作 提供更好的依据 这是更新的 现在我们可以做的 那么目前看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益的情况 因为中国的疫情被控制 那么我们提供疫苗 和与政府各省合作 我们既疫情有效地控制 我们又可以把疫苗的接触 变得很有秩序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个重要的方向 是支持我们 向更多的没有疫苗的国家 提供疫苗 我们现在接触疫苗 给我们自己是保护自己的 但是如果给更多的国家 接触疫苗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我们就可以恢复人员往来 和经账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展望 就是科兴现在的疫苗产量 从10亿提高到20亿 我们希望把这些疫苗都退出去